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 美國對俄羅斯實施的最新一輪制裁行動 將會使美俄關係陷入停滯 並且傷害到美俄兩國企業 奧巴馬總統星期三宣布 由於莫斯科支持烏克蘭的親俄分離主義分子 美俄決定對俄羅斯的銀行和能源公司 實施新的經濟制裁 幾個小時後 正在巴西訪問的普京發表電視講話表示 制裁行動將會使美國自作自受 無疑地將美俄關係推向死胡同 造成非常嚴重的傷害 也將會對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的長期利益造成傷害 奧巴馬星期三在白宮說 他再三敦促莫斯科採取緩解危機的措施 但是俄羅斯一直沒有採納美國提出的任何一個建議